新美市土城一米男子骑车疑似疲劳驾驶 失控撞进路口便利商店的侧面玻璃 全身多处撕裂伤 松一之后没有大碍 另外惊险的画面也发生在国道 一辆小客车架在车顶上的脚踏车没有固定脱落 直接变成像是风火轮一般往后飞 侧城另外一辆小客车闪避不及撞上 整个过程也都被拍了下来 机车没减速支持冲上超商 一头撞上侧面玻璃瞬间玻璃整片碎裂 骑士连人带车撞击超商的冷藏货架 整个人反弹重摔倒地旁边骑士看傻眼 超商内货架商品被撞的东倒西歪一片狼藉 事发就在26号清晨5点多 新北土城明德陆与学府路口 36岁是姓骑士疑似疲劳驾驶失控狠撞超商 突如其来的意外附近民众全吓坏 所幸照射的细心骑士只有擦错商 送医后没有大碍 镜头转到苗栗国一北上投屋路段 小贵车车点固定的脚踏车突然脱落 瞬间成了风火轮往后飞 另一辆小贵车闪避不及撞上好载没人受伤 但照射驾驶控面临重罚一万八 国三通宵路段也有白车驾驶 疑似开启自动辅助驾驶 撞击正在执行中央分割岛割草作业的缓撞车 撞击力到强大 自小客车当场从内线弹飞到路间 没人受伤 在台中中科路上 骑士骑到一半突然撞车倒地 行车记录器跟着歪了一边 短短瞬间后方多辆机车撞成一团 前面机车 自速前方机车刹车减速死 不胜遭后方碰撞造势 警方追查是一辆引车临停红线 占据车道路过机车刹车减速 一共造成8辆机车发生追撞 4人受伤 还好都没有大碍 记者综合不到